花年农田水利处为了解决武贺台地 茶园灌溉水源夏季缺水的问题 去年的10月发包500万元灌溉岩管工程 到海拔325公尺的野溪 饮水1.5公里到2000吨神辅时代的蓄水池 而第二期将会和农友合作 设立12处100吨的蓄水池 希望能够借此解决长期以来武贺台地 以及大瓶顶农业用水缺水的问题 每年到了夏天 武贺台地茶园就会面临到缺水灌溉的问题 而在三年前认识香农会 就像当时的立委萧美琴提到 争取灌溉水源岩管工程 也获得了农委会回应并编列相关工程经费 并在109年的10月发包 希望能够解决长期以来 武贺台地农业用水无水可用的窘境 这个计划就是当时 我们萧美琴立委 接获瑞税当地农民的一个成情 因为我们武贺地区 长年收到干旱之苦 因为我们是以农为主的一个产业形态 所以当时萧美琴 还有农委会 就规划了这一个既有的一个蓄水池 以及它的水源的一个岩管工程 从中央山脉上的野稀取水到我们省府 既有的一个叫大型的2000吨的蓄水池 平日就以这个蓄水的形态来供应附近的农户的一个农作的使用 在第一期的工程当中将从武贺台地西侧海拔 225公尺的野稀当中设置进水口 以3英寸黑色塑胶管延伸1.5公里到2000吨的蓄水池 作为武贺台地农业惯怪用水之用 农委会很重视这一块 所以说去年就拨经费来 先做第一期的管子 先把这个野稀的水源先接到我们下游的2000吨水塔 然后今年在我们再争取经费来做一个规划 然后再整合台地上面的茶笼 来看要怎么做规划 然后管路要怎么接 然后让我们这些有限的水资源做更好的利用 施工上面是非常困难 因为这边走的那个山径都大概一个人宽宽 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管子 那个衔接上面都是用人工下去抬 然后再做衔接 好不好啦 不好啦啦 这摔上夹齿了没有 那路都是要自己去爬 因为那个人 那下雨天就不能做 太滑了 你看这个太阳我们就一直滑倒 这个都没有路的 这都被人走出来了 人工减啊 我那天来砍草 而这项灌溉用水工程将进行三期 第一期总工程经费500万元取水盐管工程 第二期900万将与当地的农友设立12处的100顿蓄水池 第三期则是将跨越台九县沿管到大平顶段 但相关的工程完成之后将能够解决 五河台地以及大平顶段近百公顷的农业用地 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提供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